一对孪生的姐妹在出生后 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抚养 姐姐千虫子急遭遗弃 但幸而为一家绸缎批发商所收养 成为一名养尊除优的小姐 而妹妹苗子 虽没有被父母抛弃 却在墙堡中变成了孤儿 姐妹俩长着相同的外貌 却有着不同的人生 而作为名门闺秀的姐姐 在这一天 突然和人家说自己是个孤儿 这让谁听了都觉得不可置信 但是千虫子自己却知道自己 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所有人都觉得千虫子 有很好的条件和背景 从小的生活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称得上是锦衣玉食 只有千虫子自己知道 就在他15岁的一个夏天 父亲告诉他 其实他本不是父母亲生的 只是捡来的 千虫子知道父亲说这话 并没有恶意 这么多年来 父母对自己也一直都很好 而且他还是独生女 所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心里总难免 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些想法 再加上之前千虫子 曾表示自己想上大学 但是父母却觉得 他读大学没什么用 最好还是留在家里 学习家里的生意 以后好继承家业 千虫子知道 父母这样说也是为了自己好 但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 心里装了这么多事 难免惆怅 所以这天和好朋友真意出来玩时 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看着态度如此严肃的千虫子 真意最终选择了相信 在过去的很多年 每当千虫子 想到自己是被亲生父母所抛弃的人 就忍不住一阵伤感 但每当这种时候 父亲都安慰他 表示他并不是被抛弃的人 而是他和丈夫 在很多年前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趁着他父母不在的时候 偷走的 但是千虫子自己心里知道 父母这么说 只是为了安慰自己 因为父母两个人的说法 在细节上并不一致 所以千虫子总是心事重重 本以为未来的人生也会就这样走下去 但是在一个平常的庙会上 千虫子却发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而眼前这个穿着朴素的女孩 恐怕就是自己的孪生姐妹 而苗子自然也认出了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从穿着上看两人毫不相干 苗子知道自己攀不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所以并没有多说话便直接离开 但是他始终心有不甘 因为毕竟这个孪生姐妹 自己找了很多年 所以在纠结了一会后 他终究还是回过头到了千虫子面前 千虫子首先打破了尴尬 询问他来这里是为祈祷什么 而苗子也是直接说出 自己就是祈祷可以早日见到姐姐 现在见到千虫子 他便已经确认 苗子本以为自己多年的苦苦寻找终于有了着落 却没想到千虫子的态度确实一场冷淡 直接否认了苗子的说法 表示自己是独生女 世界上有两个人长得像也是正常的 见到千虫子不愿承认 苗子也就知道了他的想法 不再执着于让他与自己相认 千虫子心里自然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但是这样骤然的冲击让他不知道如何接受 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妹妹 所以最终鬼使神差的 他只能先假装不承认 但是他太想知道亲生父母的情况了 于是便问起了苗子 苗子对于千虫子的想法心知肚明 他也不愿拆穿 多年的穷人生活 让他的心智远远比这个姐姐要成熟 于是便告诉了千虫子实话 原来在丢掉千虫子不久之后 父母就已经相继去世 苗子一直在北山独自生活 靠着帮别人干努活为生 自己那个素未蒙面的姐姐 就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悲苦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 苗子知道姐姐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所以便对着庙里的神佛发誓 表示今天的事自己不会告诉别人 说完苗子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千虫子回去后也忍不住后悔 当时他之所以没有与妹妹相认 自然不是因为觉得妹妹配不上自己 而是这来得太突然 让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他回想起来 不禁有些后悔 觉得自己不该对妹妹那么冷漠 所以想着找个时间到北山去找妹妹 还要告诉父母自己找到了妹妹这件事 而另一边 父亲今天又设计出了新的衣服款式 叫来了家里多年的合作伙伴纺织匠询问意见 纺织匠年纪已经很大 所以有意将家里的事交给儿子秀楠处理 这次便带着秀楠一起拜访 千虫子的父亲 让秀楠针对自己的新设计给点意见 秀楠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 因为他听说这款腰带是给千虫子设计的 而他一直暗恋着千虫子 所以他认为这样的设计并不适合千虫子 但是在长辈面前他又不好直言不讳 结果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巴掌 而千虫子的父亲也看出了秀楠的意思 气得离开后直接将设计扔了 可谁知道没过多久 秀楠居然带着成品找到了千虫子的父亲 父亲对秀楠赞不绝口 甚至还叫千虫子当场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千虫子穿上这个腰带简直是再美不过 因为当时千虫子也表达了自己对那条腰带的喜爱之情 于是秀楠决定再为千虫子再做一条腰带 而这天晚上 秀楠夜里外出偶遇了千虫子 结果谁承想竟被秀楠认错 还以为他就是千虫子 苗子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恐怕是认错了人 为了避免给姐姐招惹事端 苗子并没有多说话 而是随意敷衍了两句就赶紧离开 谁知道秀楠却当了真 而另一边千虫子参加完活动也准备赶紧回家 结果路上遇到了真一和他哥哥龙柱 龙柱也是京都著名的富二代 英俊潇洒谈吐得体 两人准备一起送千虫子回家 一路上三人相谈甚欢 龙柱自然也被美丽动人的千虫子所吸引 第二天母亲问起了千虫子对未来的规划 因为现在她和丈夫年纪已经大了 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把这个铺子将来交给千虫子管理的 所以现在想问一下千虫子未来的想法 结果千虫子居然表示自己不想继续经营了 因为他们铺子一直以来其实生意并不好 父亲虽然是铺子的老板 但是对于生意的事一直不是很伤心 一心只做着自己的设计 所以千虫子想着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之后准备把铺卖了 然后做点别的 出人意料的是 母亲并没有因为这个想法责怪千虫子 而是觉得只要他开心就好 正说着 秀楠突然带着布料赶到 说是让千虫子自己选花样 因为上次他答应了给他做条腰带 听了秀楠的话 千虫子立刻意识到他是认错了人 那天晚上应该是把苗子认成了自己 于是直接告诉了他实话 说着千虫子表示 自己想让秀楠帮妹妹做一条腰带 也就当时送给妹妹的礼物 让秀楠到时做好之后 直接去送给苗子 秀楠自然答应 这边的事情结束之后 千虫子找到了北山苗子工作的地方 见到姐姐到访苗子显得异常兴奋 直接离开了工作的地方 带着姐姐到了山上的山树林 结果两人刚到没多久 突然雷声大作 从小生活在父母庇护下的千虫子 根本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对于苗子来说 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他带着千虫子逃跑 将自己的头巾盖在千虫子身上 那一刻千虫子仿佛想到了他们出生之前 于是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这对失散多年的姐妹终于相认 没多久于总算停下 千虫子真诚地邀请苗子到父母家 和自己一起生活 苗子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所以不愿意给姐姐添麻烦 何况在那时候的日本 向来都传说 生双胞胎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这也是当初父母抛弃千虫子的原因 现在姐姐好不容易有了幸福的生活 自己绝不能再去阻碍他 但是千虫子表示 这次说什么也不会再让姐妹分开了 于是回去后立刻就和父母说了这件事 父母果然不出他所料 对苗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表示愿意将苗子接过来一起生活 但是苗子却不这样认为 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都和千虫子不匹配 所以不愿再给姐姐添麻烦 这天千虫子和朋友来看不料 又遇到了龙柱 朋友是非常有眼色的人 早就发现了两人互相之间有意思 所以并没有过多打扰 留下张纸条就先离开了 剩下龙柱带着千虫子散步聊天 两人聊着聊着 自然就聊到了千虫子家的店铺 龙柱虽然不是店里的人 但是毕竟算是半个同行 所以对他们店里的事有所了解 现在千虫子家的店的销量日渐下滑 其实说到底是掌柜的问题 因为千虫子的父亲虽然是店铺的创始人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个合格的生意人 相反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 都投入到设计上 店里的生意基本都是交给掌柜的 但是这个掌柜的名声想来不太好 加上没少中宝私囊 这才导致店里不景气 龙柱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根源 并且告诉了千虫子 表示他作为继承人 应该去找掌柜的谈一谈 逐渐把生意往自己身上来 并且提出 如果千虫子一个人做不到的话 自己可以去帮忙 千虫子知道自己也到了帮家里的年纪 所以回去后就直接找到了掌柜的谈话 掌柜没想到千虫子小小年纪就能想到这些 并且面对他的反问和辩解 不卑不抗 最终只能乖乖交出账本 回去后和母亲说了这件事 母亲明显对龙柱也有好感 而另一边秀南正辛辛苦苦地 帮千虫子和苗子做腰带 父亲看得出秀南对千虫子的心思 但他也知道两家家境悬殊 自己的儿子是万万配不上千虫子的 于是便和儿子说起了这件事 秀南知道父亲的意思 也明白自己的身份 所以只能装傻 很快秀南做好了腰带 按照千虫子的指示 他直接到北山找到了苗子 苗子长得和千虫子 简直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所以忍不住多聊两句 说着甚至邀苗子一起参加几天后的节日 自己顺便叫千虫子一起 但是苗子已经决定 自此之后不再见千虫子 以免给他惹来口说是非 听了这话 秀南表示既然如此 自己就单独邀请苗子 苗子虽然说了答应 但他心里知道 秀南不过是把自己当做姐姐的替身 几天后两人度过了愉快的节日 却让真一物以为 和秀南出来过节的是千虫子 好在后来龙柱约千虫子出来 两人才算把误会解清 龙柱也听说了千虫子成功的 从掌柜那里拿过了大权 所以不禁对千虫子一阵赞叹 这天晚上父亲又主动和千虫子 摇起了苗子 希望把他接回来住 并且表示自己一定会对他好 而第二天苗子刚好主动找到了千虫子 原来他是准备和姐姐说清楚 自己只希望姐妹相认过就好了 只要他知道自己的姐姐 健康幸福地活在这个世上就够了 并且表示前几天 秀南和自己求了婚 他知道秀南是替身自己当做姐姐的 所以并不打算同意 但是千虫子却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真正的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 秀南是个幻泽的幻泽子 这是小姐的幻泽子 小姐的幻泽子 我认为真正的 我一位的未婚 我认为真正的 说着苗子再次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再和姐姐联系 但是千虫子一再请求 哪怕只是一天 他也希望苗子能够去他家里住 就当是帮自己 苗子又不过姐姐 最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找到了店铺 和千虫子的父母一起吃了顿饭 这对老人确实对苗子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晚上这对姐妹终于第一次同他而眠 也是唯一一次 可是夜深之后 苗子还是觉得这样的自己和姐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所以躺到了另一床被子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就永远地消失在了千虫子的生活中